Hello,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聊朝鲜的种姓制度 一提到种姓制度,肯定很多人会想到印度 其实呢,现在在朝鲜也正在执行着一套体系非常完善的种姓制度 朝鲜官方宣传人人平等 但其实呢,1958年的时候,金日成就已经设计出了一套 他们叫出身成分制度 因为这个所谓的成分或者说这个社会阶层是通过继承的方式传承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应该也是一种种姓制度 这个制度呢,也就是一个人的成分 他可以决定这个人的受教育的机会,工作机会,食物的配给优先权 甚至包括配偶,还有居住的城市都是由这个人的成分决定的 刚才提到的成分是可以继承的 所以在朝鲜呢,判定一个人成分要向前回溯三代 也就是说,你的爷爷是什么成分,你就是什么成分 到后来呢,又改成甚至要回溯到他们叫六等亲 也就是说,你爷爷的兄弟姐妹的孙子或者孙女 就是跟你同一辈的人 这些人是你的六等亲,非常的遥远 然后呢,在这个等级体系里边呢 唯一的流动性是向下的 你如果想提升自己的成分,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你如果一犯了什么事 你的成分立刻就会被降低 即使你身处于统治阶层 如果你有什么不当的行为,你也会被降低 而且呢,你犯的罪行或者说污点 他一辈子都会跟着你,你永远也摆脱不掉 朝鲜人管这些有污点的人叫不洁之血 也就是说你的血统再也不纯洁了 不过据我了解,倒是有一种办法可以提升你的成分 那就是和金正恩合影 其实和金正恩合影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且能够和金正恩合影的人基本上成分也属于相当高的那一群人了 所以越是低等级的人,成分越低的人就越难以翻身 那我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出身成分制度 它首先分为三大阶层,有51种成分 首先呢,金氏家族它不在这三大阶层之内 他们家族在这个等级制度里边属于金字塔的顶端 然后接下来呢,分为三大阶层 最高阶层叫核心阶层 那我就不一个一个的介绍这13种成分了 我大概归纳了一下 这13种成分呢,主要包括比如党员贫农 贫农,话说回来,我就是三代贫农 又赚又红 然后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这部分人呢,以后可能会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所以呢,他们也属于核心阶层,属于社会的精英层 然后就是在战争中做过贡献的军人 比如说烈士,朝鲜人管这些核心阶层的人叫西红士 意思就是里外都红 这些人呢,他们大多居住在平壤啊,开城啊,这些大城市 他们有优先的食物配给权 他们基本上垄断了最好的工作机会和学习机会 比如说金日成综合大学 这是朝鲜最好的一所大学 朝鲜劳动党的主要干部群体 有40%是毕业于这所大学的 如果想要被这所大学录取 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首先呢,你需要有当地校长 或者当地高级的党政官员的推荐 而且呢,不同地区还有名额限制 在朝鲜这种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的社会 如果你想要得到这种高级别领导的推荐 贿赂是必不可少的 提到贿赂 首先呢,你需要有关系 其次呢,你需要有钱 既有关系又有钱的人 那一定是在这个社会里 社会等级比较高的人了 所以呢,核心阶层其实又垄断了 政府军队的这种高级干部的职位 这个就是第一个阶层 核心阶层大概占总人口的30% 其实还挺多的 然后是第二个阶层 动摇阶层 动摇阶层里包含27种成分 这27种成分呢,主要包含商人、地主 还有犯人、死囚的家属 注意啊,不是死囚,是死囚的家属 还有就是被劳动党开除的人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是国外回流侨胞 为什么会有国外回流侨胞呢 首先这个和它的历史有关系 在朝鲜和韩国独立以前 朝鲜半岛属于日本的殖民地 然后呢,在那段时间 日本输出了很多朝鲜的劳动力到日本本土 这些人呢,在日本的社会等级也非常的低 收入也很低 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如意 朝鲜和韩国独立以后呢 这些人呢,有很多人就选择了回国 这些回国的人 他们有些人会选择回朝鲜 有些人会选择回韩国 那大家肯定很奇怪 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回朝鲜呢 其实在197几年之前 朝鲜的经济还是比较好的 再加上朝鲜的很多虚假宣传 当时很多人就认为 朝鲜要比韩国好很多 所以呢,他们就选择了回朝鲜 然后呢,他们回朝鲜一下船就发现自己被骗了 然后呢,他们也回不去了 那这些人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政府保护的 因为呢,这些人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和亲戚 他们的亲戚呢 在生活上都会帮助他们 比如说给他们带来一些物资啊 尤其是外汇 这些外汇甚至物资 最终可能会流到朝鲜政府的手里 所以呢,这对政府是有利的 这些人呢,在朝鲜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他们的生活水平又比同级别的人要高很多 所以他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在动摇阶层里还有一个群体是残障人士 残障人士在朝鲜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辛的 政府没有设立任何部门来维护这些人的利益 他们只能由家人来照顾 而且呢,朝鲜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就是会贬低这些人 因为残疾人对社会毫无用处 没法创造价值 还要消耗社会资源 所以呢,他们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四等人 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平壤、开城这种大城市 大街上是不允许出现残疾人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影响市容 很多残疾人呢,他们在一生下来就会被赶到农村里生活 所以呢,残障人士的生活非常的凄惨 最后一个级别,也是最低的级别 就是敌对阶级 敌对阶级呢,有11种成分 敌对阶层呢,占总人口的30% 哦,对了,动摇阶层占总人口的40% 是社会上最大的一个阶层 敌对阶层呢,在很多年前呢,是30% 但是呢,后来据了解有所增加 敌对阶层的这11种成分 他们主要包含资本家、富人、基督教 或者其他教的教徒、反革命分子 还有朝鲜战争以前生活在南部 也就是说现在的韩国的人 还有战俘 这些人呢,只能生活在朝鲜的东北部地区 因为那些地区天气寒冷 而且都是山地 所以呢,生活条件非常的差 比如清津、咸静北道这些城市 而且呢,有很多敌对阶层 他们甚至没有办法生活在城市 他们只能去矿山或者农场里工作 条件就更加的艰苦 敌对阶层是几乎没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的 如果遇上不景气的年份 甚至他们的基本的温饱都没有办法保证 而且呢,他们还时不时的要去公安局做思想汇报 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朝鲜的军人 他在军队服役已经超过十年了 并且他非常热爱国家、热爱党 工作也非常的认真 表现非常的积极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朝鲜劳动党 因为首先呢,这个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其次呢,他就可以得到大学深造的机会 从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有机会提干 然后人生走向辉煌 但是呢,他申请了好几次都被拒绝了 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在韩战的时候叛逃到了韩国 所以呢,他是敌对阶层 他永远都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最后呢,他本人也非常的失望 然后在军队里引弹自尽了 那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自杀在朝鲜是非常重的罪 是对领袖和国家的背叛 有些人很奇怪 可能为什么人死了还要给他定个罪呢 那其实在朝鲜很多罪是连坐制的 所以呢,他死以后 首先他的家人是不能给他举办葬礼的 甚至连他的尸体都没有见到 除此之外呢 因为他的家人本身是住在城市里 虽然他们是敌对阶层 但是呢,因为他毕竟是在军队里服役10年的军人 所以呢,他们家的生活条件还算过得去 在城市里他们有自己的公寓 但是他自杀以后 他们家人就被赶出了城市 住在乡下的农场里 而且要从事非常辛苦的体力劳动 然后呢,食物配额也下降了 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